雄语不走弯路 同学们咱们今天来区分一下 before和ago什么区别 为什么跟他俩再放一块呢 因为他俩都有在什么什么之前的意思 好读音上before一个是ago 中读都从第二音节开始 然后啊 同学们来看 before作为什么什么之前 难点就难在 它可以作为副词 也可以作为借词 还可以作为廉词 翻译的大意上都是什么什么之前 那怎么办呢 同学们来看例子 我喜欢在上班前跑步 我说I like running before I go to work 好 同学们看 这里的before出现了之后呢 后边是个句子 就证明before是个什么 before是个廉词 用廉词加句子 好 再看 他以前暗恋过你 He had a crush on you before 好 他had a crush on somebody 就是暗恋某人啊 好 on you before 好 before是单独的 同学们看到没有 单独出来的话 那就是作为副词 这也是给同学们直接说了 这些词性 连词接句子 副词是单独使用 而借词呢 再看 I will live here before three o'clock 我将在三点前离开这儿 同学们看 before这位后门 跟了个名词性成分 也就是 借词接名词 至词 咱们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不仅是before会用了 咱们还要清楚啊 副词单独使用 借词是什么 接名词 而连词是连句子 这点你可得记住 非常关键 咱们再说 Ago Ago的话 它是作为副词出现的 只能用一般过去时 时代已经给他给 已经给圈死了 这点要记住啊 感受 真你两年前去的美国 Jenny went to America two years ago 你看 两年前是个整体 再来是当副词来使用的 好 再看 他十分钟前还在这儿 He was here ten minutes ago 你看 都是时间加Ago 翻译成多久之前 而用于一般过去时当中 这次同学们 对before和Ago 你学会了吗 好 如果同学们 想要学好英语的话 一定要学习 英语的语法 因为像刚才我讲解 before的用法一样 你把词性给搞清楚了 这是什么 同学们 这就是英文潜词造句的一个词性的规律 如果你把语法学好的话 那么你造句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有方向 你就有参照 你就有标准和规则 否则 学的单词也没法用上 而英语语法 就是我们英文潜词造句的规律 它告诉我们 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 有了标准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学的零散的单词 全部灵活运用起来 那么这套难忘的英语语法系统培用课程 包含了从零基础到考研毕业的全套语法 可以说英语语法是我们唯一可以走英语学习捷径的一个模块 好同学们不要错过